最近天气真的好热 今天又来分享一款甜汤了 先把这三个马蹄给它切碎 今天用到的这个马蹄呢 我们要给它切碎一点 切好了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个雪苹果 加入250毫升清水 40克白砂糖 一小勺紫苏粉 调大火给它煮开 煮开了之后加入100克木薯淀粉 给它拌一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倒成这种半透明的状态 然后把刚刚切好的马蹄碎加进来 再来100克木薯淀粉 拌一下 拌匀了之后没那么烫手 再给它揉成团 现在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粉团很Q了 我们戴个手套来揉 它才没那么粘手 它马上撒一点点干粉 把这个粉团呢 围到这边来给它揉搓一下 如果粘手可以加多一些粉 粘完之后我们给它分成小份 每一份都给它搓成长条 这颗粒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喜欢吃大颗的就搓着粗一点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粒 然后再撒上一些干粉 它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这个东西呢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 然后放到冰箱冷冻 要吃的时候开水煮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重新煮一锅水 把刚才泡了两个小时的脱皮绿豆 放进来煮熟 加入一块黄片糖 把盖子盖上 滚了之后呢就得改小火 不然它会铺锅的 大概煮了15分钟 这个绿豆呢已经煮到开花了 我们可以把刚刚做好的酥丸放进来 然后调大火 煮到这个Q丸浮起来就可以了 这碗朝上清新碗甜汤呢 它吃起来这个丸子是QQ的 吃到马蹄的部分脆脆的 口感特别赞 颜色也特好看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冷的吃热的吃都很赞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哦 三个字 热的吃都很赞 您好看 愿者们喜欢的 眼周到可以区块吃 有点吧 蝊子 你这么快就能放进去 在这些什么样的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中小火把鸡翅两面都给它煎到金黄 先金黄了之后我们加入小半碗清水 再来一点生抽 少许冰糖 黄皮洗干净了也加进来 然后就可以盖上盖子 焖煮10分钟 中间我们需要打开盖给它翻个面 时间到了 这鸡翅已经完全焖熟了 现在可以给它大火收一下汁 好了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酸酸甜甜的 特别香 今天这款黄皮焗鸡翅呢 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这天气也热啊 大人小孩都不停的找饮料吃 这饮料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今天我用着马蹄来分享一款 特别营养又健康的饮品 先把马蹄的皮给它刨去 刨着这个凸起来的部分呢 我们用小刀给它切去 马蹄呢选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一种表皮红亮一点的 然后呢捏起来特别硬朗的 这种就是很新鲜的 如果说是黑黑的软乎乎的那一种呢 就不新鲜 千万不要买 皮刨干净了用清水给它泡着 才不会氧化 然后再给它切碎 也不要切得太碎 留有一点点颗粒感 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调一份 马蹄粉浆水 这里有25克马蹄粉 加入一勺清水 这个清水也不用很多 能够把这个马蹄粉化开就可以啊 搅匀了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我们再来煮开一锅糖水 锅里倒入900毫升清水 加入半块黄片糖 调大火给它煮开 煮到红片糖化开了 就可以把马蹄碎加进来 红片糖不需要放很多了 这个马蹄碎呢 它本身就很清甜 加进去之后再煮个三分钟左右 煮开了之后 这面上会有些浮沫 我们要给它撇一下 火不要太大 把马蹄的味道煮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加入粉浆水了 一边倒一边搅动 再次煮开就可以关火了 好了煮开了 现在可以关火 放凉了之后就可以吃了 像这种炎热的天气啊 我们可以冷藏了之后再来喝 清凉解暑又解腻 这也是我们广东这边呢 最喜欢喝的一道饮品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孩子们赶紧过来喝下午茶咯 最近在高温天气啊 都不想去做这些尖尖杂杂的菜 今天我们用豆腐来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家常菜 今天我买的这个是老豆腐 我发现呢 现在豆腐都涨价了 这么一小板都要4块钱 先把它切成四方块 切好了先放一旁备用 我们先来拿一些梅菜干脆来泡软 要用到热水来泡 大概泡个30分钟 再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我们再来炖一些肉末 梅菜干泡软了之后呢 就很好清洗了 再给它切碎 接着我们就来煮开一锅水 加入一点点盐 增加个底味 然后把豆腐放进来煮 煮好了就捞出来沥干水 然后就可以直接装盘 重新起锅热油 我们来把五花肉给它煸香 五花肉扁出油了 我们把蒜末加进来 再来一点点辣椒圈 接着加入梅菜干 继续炒香 稍微多炒一下 把这个梅菜干的香味炒出来 然后加入半碗清水 把它煮开 再来调一下味 加入生抽 少许白糖 一点胡椒粉 再煮一会就可以关火了 煮好的这个梅菜干酱菜呢 它不单单是可以拿来做菜 还可以拌面拌饭或者送粥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特别好吃的 做好的梅菜干呢 我们给它淋到豆腐上面来 这道梅菜干拌豆腐简单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拾起来试一下 我先吃饭了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鸡脚的做法 先把这鸡脚的指甲给它剪去 这冻鸡脚它比较腥 我们要焯一下水 加一些姜片跟料酒可以去腥 然后调大火给它煮开 大概煮个五分钟 煮开了之后呢 这上面有很多浮沫 我们要给它撇去 然后捞出来再冲洗干净 鸡脚处理好了 我们来调一个酱汁 碗里加入生抽 蚝油 蚝油可以稍微多一点 再来少猪猴酱 然后是这个鲑鱼汁 加上鲑鱼汁呢 它会更鲜 再来点点盐 然后给它搅匀 搅匀了 我们给它淋到鸡脚上面 再来多一点蒜蓉 这个蒜蓉一定要多 它才好吃 再加上一些我在后院摘的一些小米椒 全部放上去 还有几颗冰糖 再加入清水 清水差不多没过鸡脚就可以 它待会煮开 然后转小火焖15分钟 这鸡脚我们焖了15分钟 已经很软烂了 现在就可以关火 如果喜欢吃特别软烂的那一种呢 可以焖多15分钟 这款双蓉鸡脚呢 它吃起来咸香 入味轻松脱骨 最主要的是它做法特别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爱吃鸡脚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 今天我们来吃五花肉 把五花肉接去皮 然后清洗干净 接着来腌制一下 加入蒜片 生抽 蚝油 五香粉 食用油 蜂蜜 最后加入我们刚刚调好的南乳汁 搅拌均匀 腌制一个晚上 最好放到冰箱里面去腌 中间记得给它翻一下身 最后五花肉腌了一个晚上 已经腌得很入味了 我们来加上一小碗地瓜粉 还有一个鸡蛋 给它搅匀 让这个五花肉呢完全裹上粉浆 搅匀了之后 这五花肉呢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粉浆 这样子就可以了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放进来炸 保持小火 炸的过程一定要多翻动 这个五花肉呢它比较厚不容易熟透 小火炸十分钟 然后呢改大火给它炸两分钟 表皮炸到酥脆就可以捞出来 全部炸好了特别香 看一下我们这款南乳五花肉它炸出来表皮特别酥香 先给它切成小块 里面吃起来呢有浓郁的南乳香 特别好吃 吃的时候我们可以包着生菜 送饭下酒都特别赞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一定要炸一下 今天这个火炸的几天 我保兴了 我们干净 炸